二三十年不可能 开发不到那边 我家是 我那翟西地个村里的他咋开发呀 你知道中国多少农村吗 就开发不到我那儿 咋开发都不可能开发到我家那儿呢 而且我为什么说跟你说开发不到那边啊 因为我跟你讲啊 这个我们家那个 我们老家的那个地儿啊实际上在这个 在河南算是最穷的一个村的 你说往那边开发那可能不 那肯定不可能 几乎是没什么苗头 你想想谁家宅基地 谁家宅基地能卖十万啊 宅基地都是起步二十万 就我家的宅基地卖十万都在稍高兴 我知道你们想的就是城市混不下去 就回老家对吧 不可能 我城市混不下去我直接死了 我死了下水道 一点都不夸张 就很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风球 风球线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那能多穷就有多穷 前两年连路灯还没有呢 哥们 晚上村里连个路灯都没 前两年的日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为啥非在河南 哥我不去河南我能去哪 你让我去北京上海 我北京上海我俩工头房都住不了 不是这人这么恶心的 我怎么有钱出来的 我也没钱呢 可以上网吗 你老家 不跟你说 你 邪好哼 你这有点 你太污人了吧 你怎么能这样子说话 怎么不能上网 上网怎么不能上网 你这太骂人了吧 你这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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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太骂人了 你下来能不能换个方法问 太骂人了你这 哎呀你Q到呀 你Q到又反打了 快点来 哎完了这头不是我的 我再留QK头 我再留QK头 有K头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 懂消息 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同学 嗯 我唱歌不好听吗 瑟瑟 你好像是在骂人 别顶我别顶我妞妞 不要顶我呀妞妞 嗯 我可死不了 我有分身 我唱这牛最后一秒我顶着了 这打维克托不太好打呀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杀他 苏州17号车房 这玩个维克托在家里都有房 玩妖姬的没有 下辈子我也玩维克托去 这皮肤不如魔女 大哥魔女是最垃圾的皮肤 我 你怎么会感觉不如魔女的 魔女的皮肤并不好用啊 他太飘了你没发现魔女 有点那种 飘起来了 OK下一套可以带走了 但是我需要先升六级 我升六级直接奥印他比较好 因为我现在再打一套 他估计死不掉 打一套吧 好像倒没说 好像可以杀了 越级单杀 直接W1Q直接点人 对非常难打 我这人头是因为我刚才去下路捡人头了 这波也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算了回家了 他这样我跟你说啊 他这样带符文的话是不对的 我可以教你们维克托打妖姬怎么怎么难打 维克托必须带队符文打妖姬才好打 如果他没带队符文的话也是 也没有那么好打吧 可能说555开 维克托必须带艾黎加坚决系的骇骨肚腾 才可以打妖姬 就主系是艾迪 负系是这个骇骨肚腾 他主系是会醒 然后负系是起敌 这种是达不了要级的 跨车吃 对你得带骇骨 因为我都带骇骨 我第一套跟他换血是无伤的 我骇骨他没骇骨 那我第一套换血肯定是无伤的 我骇骨好了就可以走上去上线打一套了 就是趁骇骨的时候跟他换血 这个时候你换血不是很亏 对 接一下往上走 艾黎焦灼 对 后期差点 维克托就是这样带的 不是妖姬 不是妖姬 你不要误会 维克托打妖姬是要这样带的 你不这样带的话 你对线打不了的 我6级的时候我抓一个双链他就没了 他带骇骨的话能放心跟我换血 F6没打 F6没打 唐蓝也没打对吧 哦 嘴边在这 嗯 我想一下啊 我骇骨快好了 他带跟着我过来 要打 要打三打三了 杀他吧杀他吧 我这印机还有 nice 这真不是哥们链子放的臭啊 招拉夫有 他刚才有一秒失去方向了 我这不知道怎么放 感谢345的点赞啊 谢谢老板 再吃个肚子 美汁 你看啊 这波维克托是没闪的 对吧 我们下波点燃好 下波只要他出来 你你你 他不带骇骨肚腾的话 你就完全不用考虑 就是说 我先把他 呀 我回声还没出呢 我怎么开始出影验了 卧槽 我有点晕 我怎么感觉直接想出影验了 我刚才 你看 我刚才在那想 我怎么成形这么快 我9分钟就出回声了 我刚才想出发电机 不行不行 换不了涌霜 涌霜缺伤害的 卡也不是等他过来 呦 不用不用哥们 我自己来 呦 这人还是算是比较会玩的 他知道没闪 他现在就斩啥剑 现在就放个线 他不是因为螳螂 螳螂没来他就站这儿了 假装去下 这不是很细节 假装去下 实则 实则去下 我刚才想假装去下 然后我掉个头 你知道吧 我掉到这儿 然后我给他单杀了 我W过去挂链 他就死了 然后我发现这下路好像 忍不了 这个这真忍不了 你知道吧 你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 看见下路有两个200块钱 掉地上了 你捡不捡 你肯定在捡 中间这个 中路这个人 他200块钱没有掉在地上 他快掉了 你是捡直接掉的 还是捡快掉的 快掉他不一定掉 会发现的 我要过去被他发现了 就杀不了他了 他来不了 维克多 哎 就没有说那种 就是说你打现牛逼 然后游躲还牛逼的那种英雄 有联盟早去了 看一下我伤害多少 Q打W这么多 杀不掉 这个血量有点 有点 有点 有点离谱 先扫描一下 看他来不来放眼 不来 等那个兵线放到一块了 让我们再踩一下回家 维克多就是低腹灵 维克多的一切前提就是刷线 他不让我回 别生日快乐了兄弟们 主播过了 过过过过了 不用生日快乐 咋害生日快乐呢 不用了 不用了 已经过了了 10号是过的生日 谢谢你们的生日快乐 爱你们 嗯 他英雄都是有不一样的属性啊 你像妖姬他就不是对线英雄 他就偏向于游走 你像维克多这种就偏向于刷线 你让泽拉斯这种 还有维克多这种游走不太现实 去下 而且你想啊 他这中野配个潘 配个维克多加磁格 你啥人能这样配英雄 你维克多配个 你要配个中路是就是线霸的话 那说明你想要这个线权 然后你要打野配一个特别凶的AD类的英雄 然后跟他入侵 因为线权固定是你的嘛 你喜欢第二件出女妖 为什么这么稳 我觉得 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觉得你因为你中期的 前中期是必要缺伤害的 你知道吧 你不是维克多 你就出个回生啥的 你就伤害就够了 你可能你伤害会不够 不行又去不了了 你看他多恶心 我一往下扣他就给兵清了 死哥前期可不凶啊 螳螂找到死哥死哥就没了 你知道吧 这波其实可以给他来个设计 先Q一下 QR 接W点燃A一下 W拉回 卧槽 我咋不得被他躲了 不是我这吃完饭 我怎么感觉我连招放这么慢呢 感谢思思这个好耶 谢谢老板 还要这边有打野 出装还出错了 不买鞋给他刚卖 没有螳螂我死了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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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终也不应该选双AP 我是这个意思 那我知道打不过你了 那我等以魔刀的时候再给你俩打 不直接杀人数吗 先不数先不数 稳一点 就是你要想赢游戏啊 我说实话 你至少再量两手 练一手战士类 练一手这个 练一手这个 法师类 不管是法刺 还传统法师 你练一手 假装过去 然后再回来 看他会找我 这个还好还要去吧 七把吧 来了吗 啊 你开了哥们 等会儿我得干清完这波冰 清完这波冰 然后去那个 去F6找四个 啊去红BUB找四个 这儿个也 来这儿等 R接E A接Q接W 伤害够了 往下走 再往上走 那伤害这么夸张呢伤害 今天怎么双排 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双排啊 阿尔斯 我得我得先给这几个打完 我得先给维护打完 因为这些维护他不打啊 他要掉 不能一天只打一把 还不容易一次性给他们干完呢 而且为什么这个区域 他都是这个 队友都这么厉害啊 都这么C啊 流浪 流浪还真不难打 流浪还还比较偏好打一点 维克托是真难打 流浪是只是